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进门真的还是零确诊 很多乡亲啊 包括现在疫情很严重 就是新加坡 很久以前我们已经零确诊 因为它本来是六月份就要可以开工 现在又延了一个月 那应该就没出现应该无法 所以这个疫情很严重 新加坡那种才严格措施 轻轻发放 其实现在台湾政府 有一份做的不错 龙 龙一样 这就一万块来给大家 这大家都不合乳 那但是有一个互分 这出来的都要拿一千块再开 这些都拿三千块 所以很多这种 但是这种坡就要一千块来给大家 所以我就跟观众建议 这算是太紧张了 没有人家装央印制厂率 这次装央印制厂率 这次装央印制厂率也有价值 你不如哪个我们的乡亲屋 都直接飞两天进去 那应该是实在的 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 其实说的是一个时刻 但是我们现在国家 可以拿出自己收购 一般若禁止的感觉 重新收入 我们应该会直接就给予 一个加码的部分 加码的 然后放一般 一般 一般 日资贡的都是加码的 都是正确的 我是说 有人 我是说 消费店 又带人家 麻烦 你给台北拳拳的 你用粉红串串的 我给你个报道 这最大的差别对 你在这些分级已经居住 你不一定会拿出来用 所以你要靠近 夾风一定要开 你让风 这次是会比较到握 所以 这个目标 目标是看我们 分级的目标是说 紓困 或是做什么 就刺激监进 对 所以我们也看钱 可以拿出来用 我们是要看钱 我们政府就是可以 有钱 像有钱 这些是 我没头脑 我没面子 都没头脑 都没头脑 还有一千块 一台开 车的政府 中央有的措施 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地方政府 跟改国有 行为靠有利于乡亲 另外 议员洪承发也提醒 执行单位要好好的思考 如何让民众有感 流程要顺畅 他并且建议 县政府承办单位 要能预先和各乡镇人员事先沟通 研讨协调如何发放消费券才比较好 像是对象是否有牌付 是否要亲自领取等等都要特别注意 你现在那个 以后要发这个消费券整个的偏好 我建议说 先讲你这边 限制有哪一集 你主要在执行 这项工作的话要特别注意 是 那我们现在 在消费券是一番佛业 到我后边 执行这时候 出国你一路在那里 对不对 那久的话 既然是民政处 还要 还要是一样 对不对 从来这些 若聊的时候 我们背心 那里进行是要合影 对不对 结果如果有个人 你妈 在座位上的话 你没有一个好好的思考 要这样配套 从我小的 从来这些人 不要来跟我们担当台 担当作 我才认为是 那是 真正的佛心 结果有我们 所以这边 消费券的事情 好 好 好 这边 正新建议是建议 能改发现金 县长杨正吾也表示 发放正新建或者是现金 应该是考量发放的目的 是要纾困 或者是要刺激经济 发放正新建的目的 是要刺激消费振兴经济 这边 是要设计 这边 是要设计 是要设计